新竹市政府近年来整合各项资源 最近重点来到头前膝的左岸 因为过去缺乏整体规划 导致空间淋散 未来透过分歧工程 将整个左岸环境串联在一起 开辟一条开阔的水岸与修器的新景点 在这间上任期 我们就启动了一个微笑水岸的一个计划 我们希望将我们的这个河向 及海向的景观都能够串联在一起 所以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 这个是我们的头前膝 头前膝沿着新竹市的这一边 我们把它称作新竹左岸 未来这整个微笑水岸 是由新竹左岸加上我们的新竹渔港 新竹渔人码头 在串联我们的17公里海岸线 未来这将是一个来回 长达54公里的一个 河岸及海岸的一个景观风貌 那我相信这个微笑水岸完成之后 将会为我们整个大新竹地区 不论是市民还是县民 都带来非常优质的一个生活环境 为了打破水岸隔阂 新竹市政府这次启动 提后破环境改善工程 改造左岸交通西州 省道 仰德 千甲四大出入口 未来将大幅改善交通动线 提高民众到左岸游玩的便利性 新竹左岸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整个左岸沿线的几个重要路口 它的动线的导引指标系统 都是不清楚的 包括很多的市民朋友 其实都不知道 什么是千甲路口 哪里是仰德路口 哪里又是我们省道路口 所以我们透过这一次这个计划 投入八千万的经费 要将我们新竹左岸的这四大路口 做一个大改造的一个计划 我们希望未来以人为本 更重要的是 我们会建置足够的 汽机车的停车场 在我们几个路口 那民众他来到这里 车子停好之后 他就可以去享受 可以去使用 他希望能够在新竹左岸 来做的这些运动 或休闲的一个模式 除了交通动线 这次工程完工后 将改善周遭环境 从整地 绿化 停车空间 多面向的工程改善 期望将投前夕左岸 打造成新竹人共同的骄傲 凯破新竹万事连 陈若宜红采访报导 会出入动线 那